中国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, 也引发了多个国家的复杂情绪。 以下5个国家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可能会感到不开心。 这种不满源于历史、地缘政治、经济竞争等多重因素的交织。 第一,美国。 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世界的超级大国, 但中国的崛起无疑挑战了其全球霸权的地位。 自2000年以来,中国经济飞速增长,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——科技、军事等方面也迅速追赶美国。 这种势头让美国感到压力, 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和科技竞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 美国担忧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加, 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, 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持警惕和抵制态度。 第二,印度。 印度作为另一个新兴大国, 一直与中国有着复杂的关系。 两国在历史上多次爆发边境冲突,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的中印战争。 近年来, 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边界问题上仍存在争议。 经济方面, 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超印度, 使得印度感到被甩在了后面。 这种不平衡感, 加上对区域主导地位的争夺, 使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怀有戒备。 第三, 澳大利亚。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紧密, 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然而, 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, 澳大利亚在安全上感到不安, 特别是涉及南海问题和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。 澳大利亚担忧中国在其周边的军事扩张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, 因此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日益强硬的态度。 第四, 日本。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复杂且充满历史夙愿。 二战的记忆还历历在目, 日本又基于我国钓鱼岛, 使得两国关系长期紧张。 中国崛起后, 逐渐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越日本, 这让日本感到威胁。 近年来, 日本加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, 试图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影响力。 这种竞争关系使得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始终保持戒心。 第五, 越南。 越南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, 历史上两国多次发生冲突。 1979年的中越战争至今仍影响着两国关系。 如今, 南海争端成为了两国的主要矛盾点。 越南还霸占着我国书十个高屿。 因此, 越南对中国的崛起持警惕态度, 并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合作。 中国的和平崛起, 尽管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, 但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少数国家的不满和担忧。